受到史上舟的邀请,我来到了巴黎。 一下飞机,我们的团队就住进了Libristo酒店。 它是巴黎第一个被评为五星级之上的Palace级别的酒店。 一进门,我就有一种走进18世纪法国王宫的感觉。 这家精美别致的酒店,因为伍迪艾伦的影片《午夜巴黎》而广为人知。 Libristo是从1880年开始,大约花费了44年新建完成。 在1925年开馆以来的90多年里,Libristo一直受到当代著名人士、艺术家所推崇, 迄今以九副盛名。 坐着古香古色的电梯,来到了Royal Suite 430号,这就是我的房间。 亲切的手写欢迎卡绝对是个小惊喜。 温馨的问候,让我的心情顿感愉悦。 一个有3000多平方尺,最有高压法国风格的套房。 被路易十五、路易十六时期的家具、装饰品等装点的套房, 很容易让人联想起18世纪的四宅。 为了解除飞机和时差的身体疲劳,我决定马上去酒店的SPA。 柔和的光线和清雅的香气,还有轻柔的音乐,立即让我的精神放松下来。 在Lubristoy SPA用的护肤瓶是以活细胞和抗氧化而闻名的, 律师特级品牌La Prairie。 看来我来对了,正适合我注重比较干又敏感的皮肤。 当按摩是用温暖的手以触摸到我的脸, 我的疲劳好像一下子就消散了。 夜幕降临,我的巴黎自行的第一个夜晚就在这里平静地结束了,明天见。 大家知道吗?来到巴黎一定要尝试法式早餐。 只是看这丰盛的衣桌,我都已经很开心了。 你问我怎么样,这的确是我人生最难忘的早餐之一。 Lubristoy能够在众多高级酒店,独占凹头的重要原因, 就是这里由米其林三星厨师Eric Freshong主导的餐厅Epicure。 为了品尝到这里的饮食,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家汇聚巴黎。 那么Eric的饮食里有什么特点呢? 为此,我特意去了他的厨房。 临近五分时间,厨房里一派繁忙景象。 听说厨房里共有110多名员工。 在这里,我见到了跟Eric一起工作了16年的Frank。 位于厨房中间的落地窗小房间,就是Eric的办公室。 很多书,他的照片,还有奖牌,奖杯, 已经让我对这位世界名处Eric的成功历程有了一定的认知。 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 他深邃的眼神让我感觉Eric像是一个修炼很久的修道者。 我不禁很好奇,Eric是怎么开始烹饪的呢? 所以现在我们和Eric的厨房在他美丽的厨房里。 嗨,Eric。 嗨,Eric。 嗨。 哇,现在做着像,这道像艺术作品一样的菜。 就是Eric刚刚在厨房里用朝鲜剂给我们做的菜。 好精彩。 该脚的伊 Anderson 说炼木。 天出的地菜是柱幅。 Character像是要预使的部分。 在某个小细 São与厨房。 是猪一层全看完 接著是草蓉 接著在紧尾巴 就是取出回去的莊子 不同的胸刀 用隔著的 Mayonnaise和朗杰 用煎食做的波子 和泥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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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有迷人的泥鶴子 像它非常感受到 散急 三脆的 这是一延重的 一克的稳排 是一种很简单的食物,因为它是一种鲁鲁鲁 美的东西,它就像我一样的写方式很普通的写方式 它是非常漂亮 所以,当时和你影响了一个历史的历史吗 我会影响了一种历史的历史的历史 我会影响了一种历史的历史 因为它是在14岁的历史的历史 我想要买一历史的历史 我父亲说,如果你想要一历史的历史 我有一家庆史的历史 我想要一个历史的历史 Assim,我在历史的历史 我开始创开 darüber,下鲁鲁鲁和水喂食物 然后,我在历史的历史 我从来是这个历史之处 不是在历史上的历史 然后我在历史上根一堆会 去了博士学院屋 然后,我还可以买我的鲁鲁鲁 你还要均匀吗 不,我好。但不可以放在一起 哪一部分最大的原因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效果是最重要的 我們可以成為最好的煮食 如果我們不有好的煮食 我們不能做好的煮食 所以這是第一點 接著是要保持煮食 煮食 讓我們有優秀的 讓我們有優秀的食物 而我体会提供入了消毒本来输入 冰淡油 就更加以后,要做出的油绿 照大 Ça呢,咱们的食品了 咱们的食材良心 会用为了食材类的流程 例如 会是 operations串 如果有一次能力 是持续ут了 要是拿铁美的 铁美的铁美 您有客人在全世界 每一个人都有一种背景,文化和不同的生活 那么怎么让大家感到愉快? 什么是你的秘密? 我的秘密很简单 我做的食物我喜欢吃 和分享 但我改变 我无法改变 所有的食物 食物在咖啡店 在咖啡店 我只要改变 我只要改变 我加少量的食物 因为我们的食物 因为他们会觉得我们的食物 都会太干净 这是我只能改变我的食物 为外国人 有什么消息的客户 有什么消息吗 有什么消息的故事 在咖啡店 在咖啡店 所有的客户都很棒 有些人 有些人的芯菜 会对我们去吃予完 要不出来 来吃予我们 所以我们要每天 都会带来到做饮料 一遍 每天斤 要对每个客户 你收到很多奖励,你收到所有的星星星,你开了自己的餐馆,你开了自己的餐馆,你开了自己的生活,你做了自己的生活, 你比较多的,什么让你更高兴? 我认为我感到很高兴,但最重要的是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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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设计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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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们工作很高兴, 这些人有20和25岁的大量的大量, 我认为这帮助我们有静态, 所以每天都很高兴, 这些人来到我来说,他们都很高兴, 他们都喜欢我做的, 他们都很高兴,他们都很高兴, 这些人都很高兴.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 Donc aujourd'hui elle a beaucoup évolué et les 15 prochaines années j'espère encore les faire évoluer autant.